从秋分开始一直到雨水 都是彩蓝的好时节 绍兴蓝主镇的蓝主山 因为传说月王勾建 在山下种植过蓝花而得名 现在蓝农多以大棚培育蓝花 很少上山采蓝 蓝亭旁的山林里 野生蓝花也很难见到踪影 旁边也落点出 内下山跟林里偿 言之旁了 秦汉时期有湘庭制度 十里一庭 十庭一乡 兰主山附近设有一座一庭 供传递公文 旅途住宿 被称为兰庭 东晋时 兰庭已经从一个一庭 成为当时的世家大族 王羲之的私家园林 墓地永和九年 三月初三 上四节 三十三岁的会计内使王羲之 邀约了四十二位文人贤士 在兰庭聚会 亭的左右一弯溪水 微移流淌 在上流放置酒杯 任其顺流而下 可以浮在水面的酒杯叫商 水流时即时缓 酒杯也就时飘时停 停在谁的面前就必须作诗 做不出罚酒三宫 一宫酒等于现在的半斤 那天的聚会上 共有十六个人 因没有做出诗而被罚酒 最后成诗三十七首 众人将这些诗汇集成册 以这个园林命名被称为蓝亭集 在狐册上有什么仍然 这些诗歌是销流 不列博将其表现 加兰庭 中潜在册 直接说 换个人 册入 还需要 她 准备 我 在那 补 嘛 哇 我 在那 用 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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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焔入 册入 册入 嗯 牛大姐 牛大姐 啊 快撞就快撞 嗯嗯嗯 你要等我一等 嗯 好 好 嗯 好 一千六百六十年前 蓝亭的主人王羲之 乘着陆亭的主人王羲之 微醺酒意 为蓝亭吉作序写道 这一天天气晴朗 和风温暖 仰手观览到宇宙的浩大 俯瞰观察大地上众多的万物 俯仰间就是一生的旷位 每当看到前人所发感慨 难免感伤 后人看待金人 也就像金人看待前人 纵使时代变了 事情不同了 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 他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 后世的读者 也将对这次集会的诗文有所感慨 蓝亭吉续 它不仅仅是书法 不仅仅是诗篇 它还是一朵兰花 一个叫做蓝亭的园林 后人常说 魏晋是中国人文历史上最接近自然的时代 一片竹林 一片竹林 一具采菊东篱下 一曲梅花三弄 一片蓝亭絮 梅蓝竹菊和一个桃花园 好似俊勇的符号 被镶嵌在园林的各个角落 而魏晋那浑然天成的时代气质 影响了后世园林的初心和真意 时代更迭 争议慢慢变成了围墙内的精致花园 回归自然本是初衷 做成园林 却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问者问什么是道 答者答 道就是春的花 夏的鸟 秋的风 冬的雪 自然就是道 人啊 到了现代文明也主要是百来年的光阴 就是你抽离泥土 在我们那长远的千万年中间 我们都是跟泥土在一起的 也就是到了近代文明构建出一个比较 也自我封闭的世界之后 才会使得人能够看似最少外表看似离开自然而生存 可在我们的基因里在我们长久的历史无论从自然从文化 你永远都是自然的一环 所以回到自然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安顿之道 这一点古今统一 人人心底的桃花源跟外在的这个所谓的大千世界 其实是同一件事 你如果这里面你有这一个 就看看在一花一叶之中 你就可以找到你桃花源所在 静泰园中 武陵人捕鱼为夜 圆兮行 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家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荫缤纷 鱼人甚异之 父前行 欲穷其林 临近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 从口入 出几霞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贫矿 乌涉俨然 有良田 美池 桑竹之暑 千莫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众作 男女衣着 稀如外人